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一期视频呢是小金摩洛哥自驾之旅的最后一期 撒哈拉沙漠呢也是小金这一次摩洛哥自行中最喜欢的一个部分 唯一有一点遗憾的呢是这一次没有能够在沙漠中看到满天的银河 如果有机会的话小金还想再来撒哈拉沙漠一次 经过了大约五个半小时的车程 现在我们已经到达了进入撒哈拉沙漠之前的一个集合点 我们需要把我们自己的车呢停在这个营地 然后坐营地的车或者骑营地的骆驼进入沙漠 现在我们现在这里参观一下 到了骑骆驼的撒哈拉的地方了 现在骑骑骆驼进沙漠了 体验感很错 就是感觉起啰嗦走一个小时 有点屁股疼 我们已经到了沙丘的顶部了 下面就是我们今天晚上要住的帐篷 现在我们在沙丘上等待日落 到了我们今天晚上在撒哈拉沙沫住的帐篷区了 很有氛围啊 晚一点的话这里应该还有国伙晚会 现在呢还没有到晚上八点半 晚上八点半呢开散 所以呢现在我先在外面转一转 这里一共有八个帐篷 其实上关区里面有很多帐篷区啊 我们这里是其中的一个 今天呢入住这里的人并不是很多 最近大概估算了一下应该就是十来个人的样子吧 左边呢有四个帐篷 右边有四个帐篷 中间的那个帐篷呢是我们晚上吃晚饭的地方 帐篷区呢就相对来说比较紧张 每个帐篷呢可以说四个人四帐篷 然后呢就比较紧密的卫生间和洗手间 但是大家来上河里面 回到十来体验这个氛围的嘛 尤其是晚上还可以看到满天的星河 现在现在的灯光还有点亮啊 所以可能看不到太多的星星 所以呢相对来说对住宿住宿的要求就没有那么高了 毕竟只是预案上了 怎么样都能将就一下的对吧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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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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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在我们玩完冲沙摩托之后又是狂风大作 所以我们也是临时决定减少了一天在撒哈拉沙漠的行程 冲沙摩托的体验还是非常不错的 非常建议金沙漠的朋友也能抽出一些时间来体验一下冲沙摩托的乐趣